大家好,这一期来和大家分享草莓蛋糕卷的做法 准备好一个28厘米尖方的方形烤盘 铺好烘焙油布 用料配方我放在视频的最后和说明栏里 先来取出5个鸡蛋,分离出蛋黄 蛋清放入冰箱冷冻10分钟 50克清淡的食用油 容器中加入50克清淡的食用油 再加入50克牛奶 用蛋抽把他们混合的搅拌到乳化状 让他们混合成乳化状 接下来塞入50克低筋面粉 用枝子型搅拌防止面粉起筋 直到没有干饭 把枝子型搅拌 最后加入5个蛋黄 同样枝子型搅拌 继续枝子型搅拌防止面粉起筋 直到蛋黄糊光滑细腻 稀稠度就像这样 拉起来成为一条不间断的直线 如果过稠可以用牛奶适当调整 取出冷冻的蛋清 倒入一个无油无水的大一点的容器中 有少量的冰茶也没有关系 加入5克柠檬汁或者是白醋 用电动打蛋器低速挡 先把它搅长大的鱼眼泡 35克白糖分三次加入 这是第一次 打蛋器调到中高速挡 继续搅打 直到泡沫变得细腻 现在加入第二次白糖 继续高速搅打 当出现纹路的时候 加入第三次白糖 这时候的蛋白霜还不能够直立起来 继续高速搅打 停下来加入一茶匙 大约是5克任何一种干淀粉 来增强蛋白霜的支撑力 这时候可以转成低速 让蛋白霜搅打得更细腻光滑 像这样反复的搅打 直到蛋白霜变成细腻光亮 看上去像冰淇淋一样 拉起来是一个直立晃动的大尖角 就打发好了 先取出三分之一 打发好的蛋白霜与蛋黄糊混合 采用翻切拌的手法 从两点向八点翻拌 只需要大致混合均匀就可以 然后把混合过的蛋黄糊倒入剩余的蛋白霜里 同样用翻切拌的手法 从两点向八点翻拌 直到完全混合均匀 在打发蛋白霜之前 记得打开烤箱 140摄氏度提前预热 提前在烤盘上铺好烘焙油布 从高处把混合好的蛋黄糊倒入28厘米的方形烤盘中 双手捏住烘焙油布像这样反复晃动 让四角和周围都铺满蛋黄 再轻震一下排出气泡 最后可以用筷子或者是足签 像这样画圈帮助表面平整 这时候烤箱已经预热好了 调整到135摄氏度 放入中下层的另外一个烤盘上 中途尽量不要打开烤箱 我用的是上下火烤30分钟 出炉后立刻从烤盘中取出 打开周边的烘焙油布 自然冷却10分钟 10分钟后摸上去还有微微的余温 把它拎起来翻个身 轻松的把毛巾面揭出来了 150克淡奶油中加入10-15克糖粉 把它打发到倒扣不流动状 100克的新鲜草莓去掉它的地 再把它一分为二 跟打发好的奶油混合好 冷却后的蛋糕胚让毛巾面冲下 两边各切出一个斜坡 在斜坡的一方高高的堆起奶油草莓霜 栽在表面薄薄的抹上一层 像这样拎起一头的烘焙纸 另一头用重物压起来 一边往前拉一边卷 很容易就卷好了 然后找一个长尺 像这样拉着底层的烘焙纸 把蛋糕卷收紧 打开看一下 蛋糕卷已经卷好了 把它包起来 放在冰箱冷藏至少一小时 冷藏过的蛋糕卷会更好切 用一把锋利的刀像这样 切成不超过两指宽的片 漂亮的草莓蛋糕卷就做好了 雪白的奶油霜透着红彤彤的草莓 看着真有食欲 做好的蛋糕卷 口感鲜软 咬一口微微甜中 透着清香的草莓的味道 颜值更是没得说 赶紧动手试试吧 我是唐粒 喜欢我的食谱 记得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